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旨在分享室内设计,空间改造,DIY之类的视频 如果说你有兴趣,记得关注我 今天来聊点别的,这不是要春节了吗? 在我的印象里,初一才算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的2020虽然也有天吧,但我实在是不想再过一遍了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怎么样翻篇 和我一起做这几件事,迎接新年、新生活和全新的你 你准备好了吗? 第一件我建议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断舍离、整理 还有深度清洁你的空间 因为新的你应该从新的环境开始 那先来说一说断舍离 不要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越好 因为你所有拥有的东西也都拥有一部分的你 比如说大到房子,你需要清洁、维修 有的时候还需要维护 小到衣服需要清洗、熨烫、存放 这些东西不仅仅占用的是你的空间 更主要的是也占用你的时间 所以定期的把你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看一下 你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当中需要它们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那这也是我接下来这一两周想要做的事情 至于整理呢,并不仅仅是为了你找东西的时候好找 更主要的我觉得是为了一个好心情和高效率 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 每一次面对杂乱无章 就会觉得心情烦躁 会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尤其是我们的工作环境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在做断舍离的时候 我也会把家里整理一下 然后让我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们自己的小家 当然你做这些的同时最好再搭配深度的清洁 包括你家的地毯啊,沙发啊,好久没擦的窗户啊 让你家里面并不仅仅是整齐有序,还清爽干净 那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 其实和上面的概念一样 是整理一下你的电子空间 你好几年没有用的APP 再也用不上的截图 也不会再重新打开的email 那我觉得你可以盖姗姗,盖整理整理 这是你对未来的你最善意的帮助 那第三件我建议大家要做的事情 就是计划一个琐碎日 如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各种的琐碎 在2020拖着没做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你知道你迟早要做的事情 可以在这一天的完成 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会不自觉的让人觉得焦虑 所以没必要把它们带到你全新的生活里 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什么是琐碎呢 在我的定义里面就是几十分钟或者是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家院子里面最近应该拔的杂草 你想捐掉或者是卖掉的二手衣服 还没有预约的身体检查 或者是你想找时间研究一下下一次旅行的地点 那这些事情呢你知道都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你可以把它们放在同一天里面做 一天下来呢你可能觉得哇好累啊 去了好几个地方做了好多的事情 身体很累但是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很放松 因为这是超级高效的一天 前面呢说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那接下来想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身体 不知道你的12月份是什么样子的 是繁忙忙碌还是非常有节日的气氛很放松 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吧 我的12月份搞得我身心疲惫 所以在一月份来临的时候 大家都忙着订计划和立期 我呢就非常的想休息 一般我一周工作五天休息的两天 我除了带带宝宝就是收拾屋子做家务 然后录录视频 但是在过去的两周呢我就基本上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甚至还追了一个中国的剧叫做流间岁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可能会去泡个浴 按个膜 做个指甲 但是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也有怕 所以我就是和家人去没人的地儿走走 那不知道你放松的方法是什么 我觉得你要是真的累了的话 就停下脚步 有的时候放松一下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第五件我建议大家做的事情是 若不能忘记 请你选择原谅 那个你最亲的人所说的伤害你的话 若不能忘记 请选择原谅 因为他可能只是太爱不会表达 那个你爱的人对你的背叛 若不能忘记 请选择原谅 因为他不配你为他的恶行付出代价 奋斗了一年 却不见任何的回报 对自己的怀疑和不自信 若不能忘记 请你选择原谅自己 因为我们都是人 都是在不断的失败当中 才能学会成长 我知道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的事情 但是对未来的自己好一点 不要让你的过去成为你未来的枷锁 第六件事情 我们现在已经把环境 身体和心情都整理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立期时间 我是那种每年都会有新年计划的人 然后也非常的old school 喜欢把所有东西写下来 而并不是电子版 所以我每年的新的计划 和甚至人生的很多计划 都是在这个一个本子里 关于如何制定新年计划 我觉得可以说上好几个小时 也并不是这个视频的重点 我就不仔细地讲了 但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很愿意做一个相关主题的视频 那只有一点我想特别的说一下 就是可以把你一年的计划分成时间段 可以是季度性的或者是每月 然后不停地做出调整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忙忙碌碌当中 就很容易忘记 短时间的计划就比较有效果 或者是像我一样 把你最重要的目标都每天拿出来看一下 甚至是写上一遍 最后呢 如何开启新的生活 是这两个字 相信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废话 但是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两个字 对我来说的相信 我真的相信这世界上有神 并且他对我有最美好的安排 但是镜头那边的你有可能并没有信仰 或者是你有不一样的信仰 那我今天想说的是心理学 科学 其实没有那么高大上 怎么说呢 是我们的想法如何影响我们的行动 有的人认为我们成长到一定的阶段 我们的性格 学习能力 品性 这些东西都不会再改变了 但另一些人认为恰好相反 认为我们还是会改变的 那到底是谁对谁错呢 其实他们都是对的 你打着崭新的生活 崭新的自己的口号 但是默默的心理觉得自己并不配 那你可能就真的不配 因为你如果觉得你的梦想遥不可及 真的减不下那时间 觉得某些事情可能人类根本就无法完成 那你怎么可能行为上为之而付出努力呢 所以我觉得相信这两个字 才是真的改变的开始 最后呢 谢谢你们看到这里 我自己本身对于心理学行为 或者是怎么样更高效的生活工作 实际上是非常有兴趣的 也看了很多相关的书籍 但是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只是想单纯的和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经验和想法 如果说其中的哪一条 你觉得对你非常有帮助 或者是你会选择做哪些事情 来开启你更美好的2021年 希望你能在下面给我留言 不要忘记点赞分享和收藏 我是Nancy 我们下次见 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